好 佳瑜刚刚看到的是经济部 昨天晚上丢出来的影片 那确实美中贸易战改变了 台湾的经济的处境 那以这一波庞大的大尔的投资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贸易战 川普打回来台湾的 其实贸易战就是现代版的战争 这个战争已经开打了 那对台湾来讲其实是有最大的优势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台湾很多的企业都在中国投资 而这些贸易战开打之后 这些人巴不得赶快能够回到台湾来 那回到台湾 其实我觉得5000亿都还太少 可以到上兆都觉得没问题 因为这些投资的金额 绝对远远大于5000亿 只是如同刚刚所说的 钱怎么回流 土地怎么办 这些都是一直以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 其实也已经半年以上的时间了 在这段期间里面 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这些资金回流的税收的问题 因为对这些财商来讲 他们会资金回台湾之后 还要面临说被政府抽税的问题 那他们想一想 算一算觉得成本不合 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 例如说东南亚或其他的国家 那台湾就没有办法 在这时候掌握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这个税收的问题 在我们总统任内 其实也努力的去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苏贞昌院长 他也积极的去处理 所以相较于过去 可能比较死板的政策 现在开始有了弹性 所以让这些资金 可以大幅的回流 确实在这个部分是有进步 那刚刚讲土地的问题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这半年以来 桃园的工业区的土地 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台湾的工业区 过去都几乎没有在用 都变成住宅区等等 那现在大家知道说 我经常听人说 那个鲑鱼返乡办公室 今天早上电话打不通 跟韩粉传报 韩黑办公室一样 今天一到都在台商吓死了 没想到真的 玩真的 而且25%上去 搞不好加下一波45% 然后不是只有韩粉打电话 去韩黑的办公室 今天的鲑鱼返乡专线 也是报线 因为大家本来都还抱着一丝希望 我相信对某些人来讲 都还有一些侥幸的心态 觉得说 不可能吧 川普真的敢打这么赢啊 他会赢 本来以为说 这25%只是一个谈判的筹码 觉得川普在Twitter上的喊话 只是要增加对美国谈判筹码 没想到是来真的 你看是多可怕 那你在看一个礼拜以前郭台铭都还看错 郭台铭认为中国会大量的开放 会达成协议 然后中国会让步 可是现在的发展并不像一个礼拜前 中国的这一个郭台铭的预测的发展 所以那表示说台商恐怕有很多人 类似郭台铭一样措手不及 其实郭台铭的身家 如果大家去算的话 绝大部分都在中国 他在中国的厂房非常多非常多 那他所有资产身家都在中国 那他上个礼拜去美国见川普的时候 大家也在猜测这中间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说其实川普是说 你那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案 你到底有没有要做 你的未来是怎样 那对这个郭台铭来讲 他一定也很想知道说 中美贸易战的最后 鸿海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我相信郭台铭其实也嗅到了说 如果真的开打之后 鸿海会是首当其冲 因为鸿海主要的生产基地在中国 那他要把他的手机iPhone销到全世界 虽然市场是在全世界 但是他的生产基地只要在中国的话 他未来的这些手机的毛利率 还有他的售价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的获利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很多人在说 鸿海其实当他呛吓说 什么中国哪能绑得住我 习近平哪能绑得住我 可是他的身家资产绑得住郭台铭 郭台铭说要投资高雄 说要资金回流 选总统的目的是不是想要在这一波 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能够赶快取得一席之地 不管是在资金厂房能够回流 或是选总统以借着说 跟习近平跟川普取得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些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目前来讲 你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台湾政府来讲就是说 资金想要回来 这些人想要来回台湾设厂 可是你的厂房有没有帮他们 努力的去找这些地 因为如果当这个工业用地不断的上涨 上涨到无法附和 可能就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时机 因为对我们来讲 如果这时候资金愿意回流设厂 不管是人力 不管是未来的生产力等等 对台湾来讲都是长远 未来经济的非常重要的支柱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说 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刻 我们的小英政府 能够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绝对不是5000亿的目标而已 希望能够上照甚至更多 那高嘉宇我问你 你觉得民进党政府 跟整个民进党的执政当局 有抓到这一波可以加分吗 我觉得说这个积极度 还没有让国人看到 就是说有很努力 就是说让大家感受到说 资金不断不断来 因为大家现在是逃之夭夭 都想逃离中国 那在这个时刻 如果你没有先一步 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做好准备的话 那被别人抢走 其实就错过这有史以来 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这是相当可惜的 因为国际大厂 包括Google FB等等 他们当然都想要 在这个时候去找到一个 重要的生产基地 那对台湾而言 如果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掌握到这个良机 其实我觉得错过之后 我们可能会变成千古罪人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能够展现我们的能力 如果在这个时候 能够掌握到这个时机 然后让这些资金不断的回流 那2020对我们来讲 更是囊中物啦 所以我觉得如果相较于 国民党现在觉得 2020狼狼狼 相较于国民党现在在推 自金区 然后想要把这个台湾 跟中国绑在一起的这种做法 那我们这时候 能够让这些台商回流 投资 这个还是王道 才是正道 所以民党现在就只能靠 川普牌跟美国牌啦 其实川普牌 美国牌对我们而言 我们在乎的就是经济嘛 台湾人民都想发大财 但是怎样才能发大财 是所谓韩国瑜 国民党所推的自金区能发大财 还是说让这些台商回流设厂 然后让我们这些人力啊 让我们这些经济能央所发展 才是真正的发大财 我觉得过去的观念 跟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时机点 是我们台湾 Made in Taiwan 才是台湾的精致操牌 才能让台湾人真正赚大钱 发大财的关键 我要帮蒋万安抗议一下 你这样好像是指说 蒋万安第一个看不起韩国瑜 第二个他觉得 韩国瑜跟他比 一个是贵族 一个是平民 所以有阶级的这个之争 我觉得国民党 你不是贵族 你不瞭解贵族在想什么 我这句话很重要哦 国民党很伤 第三个 柯文泽也没当过台北市议员 他在台北市政也很闲熟 底下的文官之前 也都不是他的党 他也没有党 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在市政答选的时候 什么都答不出来 所以把这些都要怪什么城局啊 怪说他之前没有当过高雄市议员 我觉得还是重点就是 韩国瑜如果今天有认真的 准备高雄市政的话 对于议员这些问题 其实他都可以流畅的回答 细节不知道没关系 但是至少大方向 基本的了解 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苛责他 周小平你认为韩国瑜选总统会赢 但是高嘉瑜 前几天在本节目呛了一个话 他说韩国瑜来选 民党搞不好双杀 对啊 我觉得韩国瑜确实 以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较好打 因为高雄市 你认为会赢他认为会双杀 是连总统跟高雄市长一起杀 都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说 以韩国瑜现在的状况来讲 大家对他其实是蛮失望 因为这个草包的这个 一旦被定型贴上标签 你说再选上总统的可能性 我觉得比较低 那万一你认为的双杀没有杀成啊 没有杀成 双杀谁杀 蔡英文杀还是赖金城杀 你要先讲清楚 你人要先出来啊 我觉得对民进党而言 你说总统大选确实是艰困的 那如果说韩国瑜去选总统这件事 高雄市他就手背就欠缺了嘛 那以之前的民调来讲 其实民进党目前 台面上这些要选的人 即使不是陈其脉 都赢过国民党 任何一个要选的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 高雄市我们至少有信心 因为对高雄市民而言 期待韩国瑜说 你说过去20年 民进党做不好 你现在把高雄市救起来 要让高雄发大财 都还没有做好 你就要准备离开 你对高雄市民的打击 会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部分至少有一个保证 那你说总统大选 我们本来就是 在艰困中去求胜利嘛 所以就这个部分 无论如何我们都一好一坏 也没有什么输太多啊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